我们常常讲 立法院最黑暗的天 立法院没有最黑暗 只有更黑暗 我在这边31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 子秦立委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怒恰 从没在立法院遇过这种事 周一司法法治委员会 原定排审民进党团国会改革法案 但在国民党团总召复昆旗 提散会动以后 只开76分钟就解散 现在开始表决 赞成请举手 蓝绿6比5 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弃权 成为关键一票 可以看到投票前 傅昆旗特地来和黄国昌交投接二 日伟大孙 黄国昌成了副联会主席 这副是傅昆旗的副 傅昆旗总召 其实他的地位 已经相当于国家主席了 年轻人所支持的国会改革 年轻改革 到了立法院变成了一个 复联会的民众党党团 由黄国昌总召 复联会会长带领之下 完全配合 中嘉宾怒呛民众党会对年轻支持者的期待 成了来因复优 柯建民也杠上傅昆旗 是无子之一 万为的国会 难保第二次 三一八运动不会再 在一党讲的话不爱听 就要搞群众运动 就要来霸占立法院 对柯总召啊 你清醒一下 没有的话 我待会把你送医院 治疗一下 你对本局做任何人生攻击 我是跟你讲说 应该适可而知 今天国昌总职业要参会的话 我是觉得 要让这个历史的记录别起来 立院朝野持续过招 朝了一个小时 民间党怒呛蓝白盒 肆意没收委员会 造成国会多数暴力 开民主倒车 明镜需要杨新光 海灵东明 Happy Bob Dog